同樣的邏輯,剛剛是用新增規則 那現在我不是新增規則,我是希望用VBA來做 那最後我希望我變成兩個按鈕啦 這兩個按鈕其實主要功能是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禮拜六、禮拜天做格式化 然後另外一個按鈕就把格式又恢復 OK,那這個按下去,全部OK 按下,它又恢復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我要如何去撰寫這個 格式化日期的這個程式 其實這程式的話呢,主要的邏輯大概跟剛剛的那個 司令格式化邏輯有點類似 第一個的話,我需要什麼? 跟他講說,我的列從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我的欄從第一欄 OK 到第十二欄 那你這邊因為不能用數字 不能用文字,不能用A到L 因為它只 這個回圈,那個sales裡面 它裡面只能放一個數字 OK,所以 所以我們如果要撰寫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我們就是 E一樣到開發人員裡面 OK,如果要做這個效果 OK 那我就E到這個 VBA裡面 第二個的話呢,在模組裡面 我就撰寫 這個插入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也許叫一個什麼 格式化日期好了 那中間,我當然回圈先假設 那回圈的部分的話呢 你就寫什麼 for i i一樣是列 第幾列 第2到第32列 那多一個欄喔 特別是欄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把它下一階好了 因為如果你沒有 這一個 藍的回圈的話 它變成 只會針對 針對這一個啦 假設 我們如果說 不寫這個藍回圈的話 比如說 for i 等於 那個什麼呢 第 2 列到第3 12列 那前面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sales的 i列 第2 A欄 那A欄 之後如果說 我要其他欄的話 當然就 變成說 你要每一個 每一個在寫很多 12格那就12格回圈 所以呢如果你不要寫12格回圈 最簡單的方法 就在裡面再寫個藍回圈 你要做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就是把裡面的資料先把它帶出來 做邏輯判斷 是不是禮拜 假設啦 這個 它的範圍就從這個開始 所以它一樣 先抓 A2這個儲存格 抓到哪裡呢 抓到這邊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前面我們講過if 如果呢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抓過來判斷 那個資料 那個儲存格叫什麼 Sales 刮斷 哪一列 DI列 哪一欄 前面我們本來是A欄 不過因為我 那個欄數會隨著 那個什麼呢 它的追的值 的變化 第一次第1欄 第2次第2欄 第3欄 MA 那你就Sales IJ就可以了 如果 那我要判斷是禮拜 6的話呢 那我可以什麼 外面幫你一個weekday 所以一樣嘛 這個weekday 在VBA裡面呢 用的函數名稱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就把它包起來 然後呢 是不是等於什麼 禮拜6 一樣等於7 所以其實跟那個Sales 條件呢 他的邏輯 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寫的方法有點不太一樣 Then 然後做什麼 然後後面一樣 End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我的底字的顏色 跟底色 換成什麼 一個是深綠 一個是 淺 底色是淺綠 字是深綠 那接下來的話 還應該還記得吧 我們字 字的顏色 有沒有 然後第 2個單元 有沒有 特別是 Sales 所以其實你可以講 字的顏色 那還記得吧 Sales的 IJ 這個 這個儲存歌 他的字的顏色 就什麼 點封什麼 Fone的color 所以你就打一個 Fonecolor Fonecolor 等於什麼呢 RGB 那 我如果要是深綠色的話 我們前面只知道綠色 綠色的話 0 0.255 0.0 這個是綠色 對不對 可是我要的是深綠 那另外一個intel color 是淺綠 那我要怎麼做 底下這個 底色的話應該還記得 如果你瓜糊不加 有沒有 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點一下 底色的話就intel color 這個 然後呢 點color 它的顏色 OK 然後一樣 等於RGB 所以我就直接拿上面這個 摳下來改 這個 這個拿到下面 但問題這兩個都綠色 所以看起來應該就會 很奇怪 就變一個綠 綠色 所以我如果要深綠跟淺 這瓜糊把它加這樣 OK 有沒有 那如果要深綠跟淺綠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點一下 這個油漆桶 然後呢 你就其他色彩就可以了 其他色彩裡面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你可以點一個深綠 深綠是嗎 這個 這個深綠 那再制定一下 他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深綠的話呢 就是0 128 0就是深綠 那如果你要淺綠的話呢 淺綠就是往上拉一下 多淺喔 大概這樣子吧 OK 那所以呢 我們大概就是計個整數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淺色的話呢 就是 中間的數字 一樣是最大 然後呢 兩邊的數字 大概就計個整數 200 200 有沒有 200 這個就淺綠 那我們就OK了 所以呢 如果我要底色是 這個什麼呢 淺綠的話呢 那就是 200 25 200 那如果我要深綠的話呢 那我就是 把它記個到 100啦 或者 這邊可以記個100 或者是 128 也可以啦 100 好沒關係 0 100 OK好 那我知道我這數字之後我就把它填上去 那填到哪裡呢 一樣填到剛剛呢 開發裡面 這邊的話就是 如果是 字的顏色是深的話 就0 那這邊改成 100 0 然後如果說我今天 底色要是 深 淺綠色的話呢 那200 255 200 OK 好 這樣子的話 城市 就 基本上是大功告成了 不過呢 可能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裡面它應該 跑 這個 範圍 逐一逐一個跑 好不好 我先把它直接跑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 真錯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有發生錯誤請各位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發生錯誤你真錯 看一下用推敲的 到底為什麼出錯 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有幾個地方可以知道 I等於31 J等於2 所以 2等於是第2欄 31呢 等於是31列 意思就是這個什麼 意思嗎 就是裡面沒有東西 那如果沒有東西 你把這個沒有東西 放到weekday裡面喔 他會出現錯誤 因為你給他沒東西 然後卻判 叫他判斷是禮拜幾 他當然判不出來 所以他會出現錯 怎麼辦呢 所以喔 一般我們可以這樣 在上面 再多一個 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就是當 裡面要有資料的時候才去做判斷 如果沒資料就跳過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講 if 什麼呢 如果喔 那個儲存格裡面 儲存格就這個 if什麼 sales 或是ij 如果他裡面呢 如果要下判斷的話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空的就 不要判 當我們理論上是 不等於 不等於有資料的 不等於空的 表示是有資料喔 裡面是有 那個 資料的情況下呢 我再讓他做 這個底下的判斷 那如果沒資料的話呢 那就跳過就可以了 那這邊一樣 打一個endf 有點像一個閘門嘛 他有資料 再去做判斷 如果沒資料呢 那就不要判斷 那 再來的話呢 因為錯在這一行嘛 那如果我改完之後 其實我教各位 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程式呢 再往上移動 也就是讓程式倒車 移到上面做判斷 OK那接下來 你按F8 就讓他執行看看 他是不是 這個儲存格是不是空的 OK 這個時候呢 當然你還可以 在不執行之前 沒有按F8之前 你可以 先選取 看一下 他結果告訴你FALSE FALSE的話 意思說 他不能進到裡面 意思說裡面是空的 OK跳過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不會造成剛剛的錯誤了 OK 全部執行 然後 禮拜六 全部OK了 那接下來 禮拜天呢 其實禮拜天 不用重新寫 你只要怎麼樣 有沒有 在 禮拜六的這個 邏輯的下方 有沒有 應該在哪裡 在禮拜六 不是這裡 這個是 判斷是不是空的 然後禮拜六是 這一段 有沒有 這個有點 我跟各位講 有點像閘門 你進捷運站一樣 你刷卡才可以進 沒有刷卡 一觸 就進了 FALSE 就 抱歉 進不去 所以這個if有點像一個閘門 OK 那 我禮拜 天的話呢 很簡單 你就在這個禮拜六的下方 按你Enter 把禮拜六這一段程式怎麼樣 Ctrl C 然後Ctrl V到下面 就是又多一個判斷了 所以禮拜六判斷完 再判斷禮拜天 那禮拜天其實改一個地方 改這裡 有沒有 把它改做 改成 E嘛 對剛剛不是做兩次 其實 在程式裡面只要一次就好 一個回圈 就可以搞定 然後 底下的顏色不一樣 字的顏色我要紅色 紅色還記得吧 R嘛 R多少 255 全部 那 G跟B沒有 這就紅色 底色的話呢 要是 黃色 黃色還記得吧 紅 配綠 沒有藍色 所以要先把藍色去掉 然後把什麼 把R跟G調到最大 最大就255 好 這樣就搞定 程式 就 撰寫完成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所以以後 很多地方都可以套類似的範本 反正呢 如果你希望那個範圍裡面做什麼樣的邏輯判斷 那你就寫成這樣就OK了 我們來一段望看 程式是不是能夠完成了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禮拜六跟禮拜天 就可以一次全部完成了 那如果你要恢復 這個範圍的 這個 把它恢復的話 那其實當然不用跑圍圈啦 最簡單的方法 就用Range Range 有沒有 其實Range 它就是範圍 所以我後面 還原的話 就是 從A2 到L32 有沒有 這個範圍 這個整個範圍 把字呢 恢復成 黑色 所以呢 Fone Color 等於什麼 等於RGB 黑色就000 那把底色全部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那就是什麼 Inter color 等於沒有 這樣就OK了 這好像前面有講過 把它恢復回來 那最快的方法啦 你用Range Range的話 就這個範圍 的全部字 變成黑的 這個範圍 全部的底色 把它改回來 那把它執行一下 OK 這樣就恢復了 有沒有 所以最後做出來了 按下它 有沒有 然後 還原 那 格式化你會發現 它好像 會有一點慢動作 有沒有 其實它就是 它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的 檢查 如果是的話 它就填顏色 現在電腦也還算夠快 比較不會有那種慢動作 但如果你 用個電腦等級比較差 你會發現 它好像 有點感覺有點慢 那沒辦法 它就足個足個幫你做檢查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 相對比較冗長 如果你擔心 會有 寫不出來 或者 我錯的話 你可以 參考雲端白板裡面 我記得我有把它 放在 日期時間 裡面的 這個 程式碼裡面 你如果 而且我 加上註解 你如果 會 擔心 寫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 參考一下 應該是放在 第 幾頁呢 總共20頁嘛 我應該是放 這個是剛剛 第9頁是剛剛的 第9頁 第 第11頁的地方 不過我是建議 如果可以 自己寫寫看 因為以後 蠻多的 情況 都會 有類似的寫法 就是那個範圍 我希望把什麼 把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的抓出來 用weekday判斷一下 然後如果他是 禮拜六 等於七的話 那就把底色 跟他的字的顏色 做變更 當然不是 只有日期 其實以後如果 你要針對 你資料裡面 強調哪一些資料 凸顯出來 改他的字的顏色 跟底色的話 那其實也是可以如法炮製 OK 甚至以後的話 如果你是有多工作表 甚至你可以每個工作表 他都可以全部幫你check 如果設定格式 條件 有時候比較麻煩 就你每個都要在設定 每個都要設定 相對當然 我是覺得 以那個效率上來看 當然 還是比較推薦各位 以後把它寫成 VBA的程式 雖然程式看起來 蠻多的 不過其實都有個結構性 你慢慢寫習慣 其實也大致上 都是可以套範本 所以剛開始如果你單一寫不出來 沒關係 你就是 先參考一下 或者先拿我雲端上面的程式 拿來 先貼貼看吧 然後呢 再把那個 就是 一些程式 把它刪掉 自己打打看 如果你這些程式都可以打出來 而且都對的話 那以後呢 盡量就是找 工作裡面會用到 你就多練習 我想久了應該也慢慢會進入狀況 試一下 就是用VBA做那個什麼 日期 的那個格式化部分 就只有一個 都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